好 那麼各位手上都有拿到這一張對不對 好小氣齁 你看 自然印那麼小 對嘛 我找人家都可能 對 所以我都有幫你準備那個電子檔 老師的電腦裡面已經有放這個了 來 您看一下 我們的那個PDF我就直接放在上面 直接打開來看就好 但是 平常人家用這樣看的 這是我平常在準備的時候的資料 因為我們的簡報如果全部印出來太多頁 這樣浪費錢 對不對 所以呢 您可以看一下齁 實際上的話 我們在這個 這個phrase的話呢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內容 還有我剛剛給你看的這一個 這一個 事實上就是類似我們的新制服 叫mymaking 對不對 你把你所有要想的東西怎麼樣 好像一個作文題目一樣 我先把它給你一個主題之後 你就慢慢的像這樣去延伸出來 去延伸出來 那不管你是用順時針的 還是用這個所謂的組織圖的方式 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反正 重點是你能夠整理出來 那麼phrase呢 這個線上的簡報簿 就只是把你這個結果把它怎麼樣 再更視覺化 讓它的呈現效果再好一點 再好一點齁 所以呢 您可以來看一下齁 剛剛呢 大家都已經取得了我們這個入場券了 對不對 已經把那個帳號申請好了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齁 平常大家比較常見的這個簡報方法 請問 不拖這幾個對不對 第一個 是不是偉軟的powerpoint 然後賈波斯比較喜歡用的叫做keynote 然後因為這是make a sound的 另外還有像什麼open office啊 liber office啊 這些都免費的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特點 也就是說它的簡報的方式 都是一張一張slide 而且每張都是獨立的 沒錯吧 所以其實大家好像平常都被這個框架限制住了 你會突然發現說 有些人剛開始換到president做不出來 所謂的做不出來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我好像每一張都應該獨立的 可是實際上呢 我們這個簡報 實際上就是一大張的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簡報像這樣 有沒有 我只是把路徑規劃好而已 你了解那個意思了嗎 那您除了看到這個以外 像我在這邊 像在這裡 我們還有用了另外一個 這個像這邊 你也可以找一張適合的圖 好這個還在跑 等一下我是怕各位 剛開始用的時候會稍微慢一點點 他這個進來有沒有 我就規劃好就好了 對不對 我有很多主題內容 只是我讓他這個視覺化一點 事實上各位 剛剛您手上拿到的就是這個 就這個版本 我平常在做新制度規劃用的 因為有了題目之後 我就要去把那個骨匠 把那個內容要去伸出來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囉 這樣應該各位稍微比較清楚一點 稍微比較清楚 但是現在呢 剛剛大家有申請個帳號 他的帳號有幾個不同的方案 首先第一個 這個各位剛剛用的就是一般帳號 也就是說您的帳號呢 是有100Mbps的空間 好100Mbps空間 那也只能在線上編輯 不需要 不需要說額外專軟體 您就只要能夠上網就OK了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 就在於你的簡報只能夠公開 因為畢竟有些人不喜歡公開嘛 對不對 有可能只是教學用或者是延期用的 我不要公開的話怎麼辦呢 請你把你的帳號升級一下 因為呢 第二種的 教育免費的 你的空間可以變成500Mbps 可以變成500Mbps 但也是一樣只能線上編輯 可是你就可以設為公開或私人 好 那第三種就是有付費的 他事實上總共有四種 有四種 那一直到最下面最貴的這一種 他另外有給你一個軟體 你可以直接下載一下 在你的電腦裡面編輯 因為畢竟有些地方 可能不方便上網 或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你可以在電腦裡面用這樣 所以剛剛有老師有問到說 奇怪他怎麼會有一個30天試用版 他指的就是說 如果您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這個 這幾個 因為都只能在線上編輯 但是你可以下載他的軟體 用30天 那您再來決定要不要付費 這樣子 所以他是有一個試用版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怎麼樣把它升級 好不好 您從這邊 您進到 剛剛登錄之後 右上角有沒有這個 對不對 好 您點一下 有一個setting的 有沒有看 就可以從這邊進來 從這裡進來 點到他 你看我從這邊進來 進來之後 你可以編輯一下你的基本資料 那我們往下走 往下走 在下面 好 您看到了 在這裡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的是EDU Enjoy 而且我的空間好像跟你不太一樣 對不對 這裡是500MB 表示我已經變成EDU的帳號 你的現在應該是100MB 像我的簡報 其實說真的500MB跟100MB夠不夠 你覺得不夠 有時候會有圖溫嗎 對 其實也還好 你知道我現在上面大概二十幾個吧 二三四個 用百分之三來 其實還好 其實還好 我的意思是說 像 比如說我們上課 或是 秀出來是整個什麼圖片 對 你也可以上傳去列布 不是slides 我知道 圖片的話 可以佔的空間 當然圖片佔的空間比較大 那可能就是看您的圖片的大小 那假設說 我們一堂課三個小時 或一點假的 兩小時 下來 我秀出來可能有40張圖片的話 最主要是要看您圖片本身大 它本身還是稍微做壓縮 所以其實還好 萬利真的不夠的話 他會幫你做壓縮 他會幫你做壓縮 對對對 可是你本身 房案很大 它還是會佔比較大空間 那 所以呢 如果萬利老師真的不夠 可是你又不想要付費的 也沒關係 多申請幾個帳號來用就好 那是分開嗎 對 那個帳號就是分開的 但是你不是 你分開之後 但是我現在是 你又變成要自己去記得 我要自己記得 對 我的意思是 我平常我有做一個訊號 譬如說我有一個訊號 這樣會不會 對 那老師你意思說 我申請三個 變成是333334 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 是每一個帳號都是獨立的 所以簡報也是獨立的 跟空間 它的空間沒有關係 好 那這個地方怎麼升級 請您進來剛剛那個位置之後 按一個upgrade 把你的license做一個升級 你按了之後呢 按了之後 按了之後 它會請您選擇版本 但是呢 它怕太多人按了 所以 小了一點點 在這裡 有沒有 student teacher license 小了一點點 你把它點一下 這個時候它會要求您出入 學校的信項 因為只有這邊一定要學校的信項 對不對 所以它會寄一封信給您 因為我的已經升級了 就沒有 它在上面會要求您 填寫學校的名稱 學校的網址 還有學校的信項 等一下呢 它就寄一封信到您的那個信項 裡面有個超連結 你按一下啟用就可以了 啟用完之後 回到您的剛剛這個地方來看 就會發現那個空間就會變大 好就會變大 而且呢 如果您有 呃就是 變成所謂的praise的教育版之後呢 您看一下 其實您登錄的畫面是不一樣的喔 你看下面這裡 您登錄的時候畫面會變這個 多了一個學識嗎 好像比較厲害一點點 有沒有 其實都一樣 就是讓你稍微了解一下說 它的那個 就是 做一個帳號的區隔 從圖示上就可以知道 所以麻煩您 可以先試看看 如果您覺得 現在還暫時不需要升級的 也沒關係 反正100Mbps還可以用一段時間吧 只是說您的簡報的部分呢 它預設就是色違公開 好 就是色違公開的